大家好,我是飛鴻 今天是12月12日,星期日 今天國際賽跑完了 但最重要的是,我相信大家都很關心 香港短途錶的墮碼意外 其實這是非常嚴重的意外 近年來講,很少看到跨到錦 我印象中,上一次有這麼連環墮碼 還要驚險到錦,現在有一次谷草 我連牽涉誰都不記得了 我記得好像是有鮮力粉的 但是,場面是驚險的 但是反而那些騎士問題不大 就是受傷的問題 但這次沒有那一刻看到這麼驚慌 因為當時就真的呆了 尤其你看多次重播的話 就更加覺得是... 嘩,這波結了這樣的感覺 首先,始終我以前是做我的傳媒 用我的能力... 因為說真的,這些資訊都很不流通 也有很多堅定流的消息 每個人都說聽說聽說 那我盡量的能力就整合一下一些最新的消息給大家 那暫時呢,據說就是... 因為希偉心呢,就在留遠中這個ICU的心理治療報 那盤骨骨裂還是骨折的 那就是... 因為英文就只有Fracture 那就是不知道是... 到底那個情況是怎樣 只是說他今晚過夜會留在ICU那裡觀察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日本的福永柔一 就...鎖骨骨裂 但是原本就說... 因為三位呢 即是福永柔一 潘頓和希偉心呢 都是清醒送戀的 就是起碼不是昏迷 但是福永柔一就原本就說鎖骨骨裂 那應該... 就是以為... 就是...當然啦 都是很傷的 鎖骨這條 就是撐起整個... 整個上半身那樣就是... 但是起碼好像不是太嚴重啦 那不過呢 就... 近...最新呢 就說... 就是可能要檢查完之後呢 就... 情況嚴重的 仍然是... 就是那些報導 仍然在說的是 但是實質的情況呢 暫時都真的沒有人知道 但是情況嚴重啦 就是他和希偉心呢 是並列在那個嚴重的級別的 那所以呢 就... 就... 不要... 就是以為福永柔一完全沒事的 就是反而他可能... 就是希偉心當然手尾很長啊 你盤骨有時候 但是... 風永柔一呢 情況都不見得到幾好啊 那至於潘頓呢 就好一點啦 但是呢 就因為有傳媒人拍到這張照啦 那就是啊... 潘頓送院那時候 都是要擔架的啦 那麼... 就抓住了... 包住了鼻子啊 那可能... 這裡就擦傷一下啦 但是... 頸子要固定這一下東西呢 就... 就... 似乎... 問題相對比較大啦 那因為呢... 其實潘頓... 雖然呢... 他一奪完馬之後 他很快就彈起來了 但是呢... 其實看重播 他那個位置都極之驚險了 就是除了希偉心之外啦 潘頓那一下呢... 都是很驚險的 那... 至於馬方面呢 那四隻... 趙士的馬呢... 君達昇和肥仔呢... 都是人道毀滅了啦 那... 那... 苗花凌基呢... 那個日本三歲... G1冠軍呢... 就... 沒事... 都彈起來了 說... 應該沒事啦 但是因為都沒有確認 說肯定這隻馬完全沒事 啊... 反而另外一隻標誌未來呢 就是最正常的 他有跑過終點 據說就是... 就是最後... 就是他自己跑得回 那... 那... 就... 情況呢... 就update大致是這樣啦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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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早段呢... 這場馬呢... 都算是...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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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均打聲也都賣,其實挺理想的 因為我本身這場馬是喜歡福日和肥仔厲害的嘛 所以見到幾隻馬這樣搶,其實我覺得形勢挺好的 那這個村田障瓦的野田重擊又走過五疊,四疊半,五疊 然後他旁邊就是彪芝未來,然後裡面就是黃霞王和當家喉王 然後他們後面就是蘇明倫,這個拉丁城市 外面就是肥仔厲害,然後另外一隻三疊馬就是妙發營機 接著蝶蘭顯深星,包美福日 那我意外就來了,準備 因為牽涉到前面,軍達星三疊網空那隻,因為他走頭 所以後面全部三疊四疊的馬,所有馬都受波及的 就算沒有跌到馬的福日和野田重擊,都是暖暖暖的 那這裡蝶蘭顯深其實完全沒有先兆的,馬突然之間一隻腳有事 那就向前中,蝶蘭顯深也理所當然向前滑的 那很嚴重了,因為正在轉彎,以及準備轉入直路 所有馬都在這個位置加速的 那你見後面已經拉出來準備轉彎那一刻發埋力 那些那些,譬如肥仔厲害,譬如標之未來 全部馬是沒有可能避得開的,這個位置是 就是只能夠硬撞在前面而已 真的是...絕對是無望之災來的 那就...5號,這隻是標之未來 接著在後面白衣,外面那隻就是野田重擊的 總算比過一劫 但是野田重擊內側那隻肥仔厲害 也就避不開了 那就...另外一隻避不開就是 接著就是肥仔厲害的妙法靈基 那可以看到這位置其實是極致驚險的 因為標之未來是... 是盡量...寬頓都只是跨過這個希偉深 因為他也猜不到他怎麼落地 而且因為軍打星都滾在地下 那旁邊那隻野田重擊呢 就總算跳過了一隻軍打星的 那肥仔厲害的這裡是完全避不開的 硬撞到馬林那裡 接著連著後面的妙法靈基 他盡量跳,但是也是避不開的 那落地那一刻呢 這個位置其實是極之人養馬翻的 四隻馬都真的是終極人養馬翻的 那...你看到走最頭呢 那隻是肥仔厲害的 因為田達安其實彈力也不錯的 他的腰力也不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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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已經很自然反應了 那當然了,你保護自己的命 他的腳踏是脫得很快的 他的腰力也很快的 還有腰力也很快的 向前滾軟一點 就是盡量不要被自己的腰力壓倒 最重要是 那...但是就... 這個時候呢 你見到標子未來其實是沒事的 就是潘頓那隻 原本 但是後面那個妙法靈基 其實就... 你以為他有一些... 那隻腳都有點像痛痛的 但是這裡呢 反而你以為這隻... 這隻是肥仔厲害的 後面跑過那隻 應該是 再看一次 沒錯 是啊,總之一定沒事的 就是標子未來的 然後再走出來的那隻呢 就是... 這隻是... 妙法靈基來的 沒錯 這隻是肥仔厲害的 他的左前腳已經有事了 那麼希斯在第九場 跑完第九場 他贏了那隻幸運有利 之後訪問就確認了肥仔厲害 就已經人道毀滅了 那麼... 他都說極之傷心 因為肥仔厲害 就是他馬房最出色的馬 還有... 田大安賽後跟他說 當時覺得那隻馬走勢很好 這場可以贏三個馬位 就是很有信心的 看來台前往後隊這隻馬 但是遇到一個... 完全意料不及的意外 那麼... 所以內蘭那些馬呢 就佔盡先機了 那麼... 譬如一檔的顯心聲 那麼... 受惠的意外呢 他就完全不想找位 就可以望空了 那麼... 出來輕盛的 那麼... 拉丁城市啦 那麼... 就逐步騎出來跑第二 那麼... 裡面那隻又閃來閃去 這隻速度騎兵 跟上場一樣啊 再次... 一出了頭呢 那隻馬... 一受鞭呢 他就立刻左右踏了 但是呢... 他也頂得住第三 贏了扣女 這個王蝦王 跟著的力弱就是標之智能來的 那麼... 至於當家猴王呢 剛才... 意外呢... 他也有少少受影響的 那麼... 但是... 不過... 始終他的實力都是這樣啦 都... 他經常在王蝦王後面的終點 那麼... 現在這場也沒有例外到 那麼... 至於... 複日呢... 和野田重擊呢... 都是受意外影響的 那部份都是亂了的 啊... 但是... 複日直落呢... 都是完全沒有走勢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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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霸道的鏡子 踩到人又不好 弄傷自己也不好啦 那... 我們再看一次啦 再看一次啦 再看一次就是... 賽事鏡頭 就不是直鏡那一下 因為呢... 都... 真的嚇死人的 你看賽事鏡頭那一下 那麼... 留意前面 紅帽就是君達星啦 那麼... 在他後面呢... 準備拉出去衝的就是標之未來的 然後在他後面... 那... 這裡一輪呢... 向前啦... 那麼... 潘頓呢... 其實我當時覺得啊... 就是標之未來呢... 是踩到起位心的 啊... 然後呢... 後面的肥仔呢... 就更為驚險的 就是... 但是因為潘頓呢... 他完全沒有位置落啊 他都是去到很遲才能落地的啦 喇... 這個是潘頓啊 我蹲屎圈住那個位呢 這個是潘頓 然後呢... 反而肥仔呢... 他跌那個位呢... 就沒有那麼多馬 所以田太岸那個雙... 就是... 他之後可以夠跑了 他是最輕微的但是... 但是馬就救不了啦 沒有那麼可惜 那... 那... 這個位置... 所以呢... 他的手呢... 應該一定是弄傷的啦 但是你說他... 剛才拍照看到他固定了頸子嘛 希望知道是預防性質啦 哈... 但是福永右一呢... 你看到他落地的那下... 其實是極傷的 福永右一啦... 你可以這個鏡頭很清楚... 看到福永右一落地的那下... 他自己很快... 想打發起來... 那... 潘頓呢... 也很快就打發起來的... 這個是潘頓來的... 是... 趴了地下... 是用不了那個福永右一啦... 那麼... 那... 就... 嗯... 對啦... 就是... 這個意外呢... 是... 真是很嚴重的... 所以呢... 我理解不到... 為什麼還會有人... 可以拿來... 就是... 你輸錢就好啦... 或者甚至是說笑啦... 怎樣都好啦... 就是... 坎士從來都是危險的... 你覺得不危險呢... 只是你對賽馬這件事的無知... 嗯... 你覺得什麼都是假的呢... 只不過是你自己一個人的狠狠... 是啊... 那... 就... 是啊... 總之... 因為我這個... Youtuber呢... 就從來沒有blog過人的... 無論你說什麼都好... 我都沒有封過人的... 但是呢... 就... 今天我封了一個... 是啊... 因為在Post呢... 你的留言呢... 就... 不知所謂的... 是啊... 那就是尊重人... 尊重自己啦... 那還有呢... 你的心底那麼差的人呢... 真是猜包剪打都輸死你了... 有位朋友留言留得很好... 那... 看到啦... 那...所以呢... 其實複永有一個傷勢呢... 我覺得呢... 甚至乎有多少... 比希威森更加之擔心... 因為希威森呢... 你那一刻... 他在馬嵩中間這樣跌... 你預了... 就是他嚴重呢... 就是無可避免地嚴重... 但是呢... 剛才複永有一個下落地呢... 真的... 完全... 沒有旋轉過那樣... 就是... 你看到沒有那麼傷那些呢... 就是你可以翻滾來射力啦... 但是呢... 就是鎖骨這個位置呢... 應該是吃光鎖壓力的... 那... 但是你說他的骨智源呢... 會不會影響到他體內的器官呢... 就是插到... 不知道在哪裡呢... 那真的希望他佳人天上了... 只能夠... 至於希威森呢... 就祝他早日康復啦... 那就... 希望... 不要有那麼... 不要再有這一類型的意外啦... 但是始終你踩馬就難免的... 嗯... 是啊... 還有... 說多一點啦... 其實就... 因為... 就是例牌的啦... 每次呢... 一度買一度買人道毀滅呢... 就是有些傳媒根本呢... 他就特意是想製造這件事的... 就是大大隻字標出來說... 軍打星人道毀滅那樣... 其實... 但是完全沒有提過... 隻字不提那些人的情況是怎樣呢... 其實根本上呢... 根本就是特意引多些人留言呢... 就是這樣說那些... 嗯... 叫做... 叫做... 為什麼墮馬... 隻馬斷腳就要人道毀滅呢... 那些呢... 狂鬧那些呢... 那實質上呢... 那些也是另一種的無知來的... 就是... 不說說不是錢的問題... 首先... 是隻馬那個生命的問題... 那首先呢... 因為一隻馬... 我當他1,100磅啦... 他每隻腳呢... 就是背三百多磅... 那... 如果呢... 輕微骨子呢... 就是隻馬自己還能走到... 就不是隻腳吊吊吊那些的... 就是剛才看到肥仔呢... 這個情況呢... 已經是吊吊吊吊的了... 就是隻馬自己還能走到的... 那些叫輕微... 那真... 就是... 骨子斷了那些呢... 就是吊吊吊的那些... 那... 就... 沒有得醫的... 其實... 因為呢... 就... 這隻腳呢... 馬的腳呢... 這個位置可以看到啦... 很近的那些腳呢... 馬的腳呢... 就沒有肌肉連住的... 只有骨頭而已... 所以呢... 它的嚴重骨子呢... 就不同人... 人可以呢... 因為有肌肉還可以撐得住... 下... 那就可以等骨子康復... 還有人呢... 懂得... 不動... 或者懂得用工具... 就是輪椅啊... 在掌子裡呢... 來幫助自己... 定位那隻腳... 不要動... 那等骨子慢慢生回來... 或者做手術薄回來之類啦... 那但是呢... 馬呢... 整隻腳都碎了... 因為它斷了骨骨一腳... 就不會有血度的了... 它會壞死的... 那... 你可以說... 它三隻腳都能站起來啦... 那... 但是呢... 首先馬的天性呢... 本身就很喜歡跑... 很喜歡動... 嗯... 它不同人... 是的... 你不可以說叫它不動就不動的... 嗯... 還有呢... 就... 你... 沒有任何... 就是你吊著它不動的... 難道你直接綁住它在這裡... 就是... 嗯... 你跟殺了它到底有什麼分別呢... 其實... 就是根本呢... 這些是很... 嗯... 很傻疚的思維啦... 你保持著它... 因為它一動呢... 就是傷勢又會更加嚴重啦... 當然... 你骨折動的話... 當然會更加嚴重啦... 那... 而且呢... 就算... 真的你吊著它... 它另外三隻腳呢... 這個負荷都會變大了... 受傷的機會又變大了... 即是甚至它不動啊... 站在這裡啊... 它站在這裡呢... 都要用力的... 大哥... 是千多磅... 是的... 那... 也都一輩子沒得跑... 沒得走... 嗯... 是啊... 我不明白... 為什麼說這個很殘忍啊... 等等... 嗯... 是啊... 大致是這樣啦... 我希望... 大家分享一下... 在這裡... 在這個機會... 那... 這條片就到這裡了... 那麼... 瞻前故後呢... 我會再錄多條的... 等我一會... 我今晚都會盡快搞定它的... 那麼... 多謝大家收看啦... 那麼... 希望再次啦... 希望... 人... 沒事... 那馬耳已經有事了... 就... 沒辦法啦... 希望... 標之未來... 和... 妙發靈基都沒事啦... 嗯... 還有... 這些意外... 當然少得一單一單啦... 那就是... 和大家的心底好一點啦... 無論你賭多大都好... 就是... 說真的... 這個比例來的... 你只有6000元身家... 你賭1000元就很大啦... 是啊... 那這個比例來的... 我不會... 真的說別人的註碼大還是小... 那... 但是... 無論你的註碼比例大還是小都好... 心底都好一點啦... 那麼... 多謝大家... 拜拜...